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机械系杨龙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 微积电系统概论教学影片 今天我们谈第八章 微制动器的技术 这是大纲 我们首先谈微制动器的概论 热制动器 设计跟制造上面的一些食物的困难 接着来谈静电式的制动器 还有其他类型的制动器 最后是结论 我们都知道 微积电的元件 MEMS的元件 它有两大类 一个叫做感测器 Sensor 一个叫做制动器 Actuator Sensor 它是把大自然的物理讯号 像是压力 温度 光 这些讯号 我们把它转成电子讯号 拿来当作显示 或者是当作一个后续的监控控制之用 相反的 我们这张所要谈的制动器 它刚好是颠倒 它把什么呢 它把我们下一个电子指令给它 那这个电子指令经由这个制动器 它把它转成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物理信号 它好像是压力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或者是立场的一个变化等等 所以它有很大的不同是 制动器呢 它常常都是要动的 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要去动 那为了解释这一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这个是东京大学 他们所研发的一个非常出名的 Micro-Actuator 叫做Michael Gripper 微型的抓爪 微型的抓爪 我们来欣赏这段影片 只要有一点电流通过驱动器 钳子就会放松肌肉 这片电脑系晶片 跟这支受它操纵的显微钳子一比 可真是庞然大物 在细晶片右端的钳子 就像大黄蜂的刺一样 虽然还在实验阶段 显微钳子已经可以轻易地夹起一只微生物 这表示超显微手术将来应该大有可为 超显微手术在切割基因跟其他生化科技上极具潜能 如今显微机器人的研究发展神速 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结局 随着新工具不断地出现 谁晓得将来不会发现新的用处呢 好 由这段影片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micro gripper 或者是这个micro actuator它这个动的特性 跟感测器是差很多的 所以因此呢 这个微制动器啊 它对于这个中小型的微机电的公司来讲 它其实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因为它的这个制造门槛比较高 门槛比较高 那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设计 跟制造的一些尝试 这是第一个困难 再来 微机电元件呢 我们知道它天生是很微小的一个尺寸 这么微小的尺寸 以一个微制动器来讲 你这么小的一个尺寸 要去影响它周遭的环境 可以有一些压力的变化 可以有一些温度的变化 或有些光线来的变化 其实它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它的制动效果是很难做得很明显 这个卡通告诉我们一个比喻啊 跟这个微制动器的这个比喻是很相近的 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我要举起地球啊 我们一个人怎么有办法举起地球呢 一样的 微制动器呢 它要去改变周遭环境是不太容易的 非常的困难 除非你利用这以下的一些原则 像是四两拨千斤 滚雪球 或者是推骨牌 这样的一个工作哲学 你可能会成功 我们看一下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微机电的无人飞机 MEMS的UAV 这个是在1990年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跟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他们所合作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计划 他们要开发一个所谓的Flexible Skin 可挠式的感测制动的蒙皮 那这个蒙皮呢 它的功用呢 是要来让图上所显示这个三角翼的飞机呢 它本来原本在后面有的一些水平尾翼 或者是垂直尾翼呢 我们把它给取消掉了 你只要贴上这个感测 跟驱动的蒙皮 在你的翼泉源的前方 翼泉源的前方 你只要贴上去了 它自然而然呢 它可以引诱出一些微小的扰动 这些微小的扰动呢 经由刚才我们讲的 这种推骨牌的效应 或者是滚雪球的效应 它最后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 机翼上面的一个涡流 那这个温流会让这个飞机呢 可以去做一个同滚 一些动作的改变 进而去改变这个飞机的控制姿态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研究 它也是一个microactuate的一个例子 好所以说我们稍微来提一下 微机电的这个制动器呢 它有一些本质上的困难 那我们再来看 它的这个不同原理底下 究竟它可不可行 可不可以做得很好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micro sensor 微感测器的那一个章节 我们有提到几个工作的原理 像是这个压电式的 或者是这个静电式的 等等这方面的原理 我们先来检讨一下 如果是静电式的这个制动器呢 那么因为静电式跟电容有关系 那电容的间隙很小 所以它可以去驱动的行程也就很小 这是形成一个天生上的困难 那我们再来看压电呢 压电做制动器跟感测器都很好 可是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就是它的制作的方式 它的制作的材料跟制程呢 跟现在的ic半导体制程不相容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微机电的制造 它事实上是基于半导体ic的制程 那如果没有办法相容的话呢 好像你的压电式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也没有办法做结合 这是压电的制动器的困难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电热式的 加热式的这个制动器 那么加热式的这个制动器呢 它是利用这个热站冷缩这个原理 来进行驱动的 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制动驱动的这个 用热的方式来做呢 它究竟够不够我们来使用 好 所以讲热制动器 所以简单说就是用加热的方式 使我们的结构啊 可以形成一些热的变形 那这个热的变形呢 希望让我们可以去 帮我们去做一些动作 那么热的制动器对于大尺寸 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 因为它牵涉到很长的加热时间 它的效果不好 实用性受的限制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所谓的扩散的尺度率 这个扩散尺度率告诉我们说 X呢是它热扩散的长度 T呢是它热扩散的时间 那么它呈现一个根号倍的关系 或者是一个平方倍的一个关系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S如果很大的话 当然你的时间就变得很大 平方倍嘛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X 你这个扩散的长度 经由我们微小化的技术做很小的时候呢 它的T就跟着变得很小很小了 缩十倍 时间就缩成一百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 热制动器在微小的一个情形底下 其实是有它的好处的 它的反应是会比较快的 所以好像是有它的可行性哦 1992年 美国高国教授就利用这个方式呢 它去设计一个LIGA的一个金属热挫曲的 这个热挫曲的这个制动器 这个热挫曲呢 英文叫做Sermobarcolyne Sermobarcolyne 可能土木系的同学知道什么叫做barcolyne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好 那这个制动器呢 它是一个M字形的一个电阻 M字形的一个电阻 右边比较粗 左边呢 就比较细一点 粗的部分呢 它的电阻是比较小的 细的部分呢 左边细的部分 A那个部分呢 它的电阻就比较大 所以当我们通一个电流过去啊 电阻大的地方加热就厉害了 左边的那个凉 深长就比较长 右边这个凉 缩短就比较短 可是我们知道 在尖端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在尖过呢 如果是错取的话 可能就断掉了 可是在微小尺寸底下 它的机械强度是比较好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断掉的情况底下 它只好往右边偏移 而且它可以偏很大的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量呢 可能是我们纯粹的热胀冷缩这样位移的100倍以上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动器的一个原理 那么唯一的坏处是 它用的是LIGA的技术 我们在前面高深宽比技术那一章呢 LIGA那一章呢 我们有提到这个技术事实上现在已经比较少人用了 所以这个是它唯一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问题 因此在1997年 我们江峰大学的许文祥学教授那边呢 他就发表一个改良的一个热制动器 他就针对LIGA那个制程不太这个普遍的方式呢 改用我们半导体制程来制作 他用Polysilicon多精细这个材料 也是做一个Moz形的这样的一个热制动器 可是呢 他把一胖一瘦呢 我们把它改成一长一短 各位看到有个长的还有一个短的 那一样的道理 长的它的电阻就大了 短的呢 电阻就小了 所以一似乎 长的那个地方 它的生长量大 没地方跑 只好把整个结构就往下压过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热制动器呢 你进入加热呢 它就可以往下偏折 它的规格是这样子 当我们施加10伏特的直流电的时候呢 它水平也就是往下的位移呢 它可以到达20个微米 制动力呢 可以达到2.8个micronewton 整个结构的升温呢 却不会超过600度C 所以这个看来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改良的设计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在2001年 清华大学 发布任教授 他们更进一步了 把多精细材料做的这个热感测器 热驱动器呢 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它怎么做呢 它今天它可以有上跟下两个驱动的方向 刚才那个徐教授的做法是只有往下的一个偏折 那么方教授这边它是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 怎么说呢 各位看到它这有做两个mol啊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它有做两个mol 它有四个电极 有两个mol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加热是加在里面的那个mol字呢 的那个两个电极呢 它可以让你的结构往上偏折 那么如果你加热是在外面的这两个电极呢 它可以往下偏折 所以它是两个方向的一个热制动的一个偏折 制造上是几乎是类似的 可是它的功能就比较强大一点 另外它因为它只有Polysilicon这个材料来做 它没有抑制材料之间的一些脱层的问题 所以它没有在所谓的摆mol 这种启动器它的一个材料脱层的问题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作动温度啊高了一些 它可能要高到1000度到1300度C 那么这么高的温度底下呢 有可能只有在光学方面有一些用应用啦 那么如果用在像说 森一的危机电的部分可能就受限了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森一的危机电 它的温度呢都要在100度C以下 这样子的很好的一个热感测器 驱动器呢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基于刚才这三个例子呢 我们在淡江大学我们就试着用别的材料来做热的制动器 我们用什么材料呢 我们用这种塑胶材料叫Polyin Polyin这个塑胶材料 那么塑胶材料它有一个特征 它的特征就是它的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比金属啊 大概是10倍 大10倍 前面的金属或多金系的热制动器呢 它呢它通常它要加入到600度C 或者是1000度C 它才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形成 可是呢塑胶这个材料 因为我们刚才讲热膨胀系数很高 所以它的工作温度 它就一样可以降低10倍 它就不用到1000度C啦 它可能只要780度C 它就可以动了 所以我们想要用这个塑胶材料 来做我们的热制动器的这个材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是用在生医危机电里面的一个 这个微型的邦谱 那邦谱中间呢 有一个上下震动的一个 很像活塞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材料我们用Pairline来做 那黄色的部分就是它加热的电机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热加进去之后呢 到达它所谓热挫取的工作温度 大概是780度啊 它就开始会上下跳动 它就会开始做上下的跳动 来进行我们驱动的一个果效 所以这边再重复讲一下就是 高分子的材料比一般的金属高上一个数量级 这边的数量级代表是10倍的意思 那么有大10倍的热反弹系数 所以它的工作温度也会低10倍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我们利用高分子微积电的技术 Pairline低温面形微系加工的技术 我们用光阻做吸生层 悬空它的这个Pairline的振动薄膜 再把白金夹成做进去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热的驱动 而且藉由这个金属的电阻的加热呢 我们呢 让它呢 不只是让它这个薄膜可以来这个做 纵向的这个上下的振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 这个它里头的micro channel里面的这个流体 我们进一步来做 做这个驱动 做驱动 那应用在所谓的micropump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micropump是在生物微积电 所谓Biomens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的课题 我们到相关章节 我们还会做一些解释 这个是它的制程 微积电的制程 A的部分 我们先把锡晶片 镀一层打底的pure link B呢 开始把这个光阻吸尘层做上去了 这个要做什么 这个要做它的流道 跟那个中间上下 这个往复驱动的那个空间 所需要的这个光阻吸尘层 C呢 就是把这个光阻吸尘层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让它的这个流道的形状能够出现 这样还不够 第一个部分我们开始把加热电极做上去了 在这边用白金的加热电极来制造 这是蓝色的部分 做完呢 我们再把它给盖起来 所以用最上面的那层pure link 做一个保护 我们把它整个包起来 包覆起来 于是我们就形成一些很好的一个三明次的夹层 夹住这个白金的加热电阻 那么也夹住中间这个流道的空间 那f的步骤呢 就是把中间的这个光阻吸尘层把它给掏掉 一掏掉 它这个流道的空间就出来了 变成一个中空的一个流道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进行它 后续的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制造完成的 pure link 微型热制动元件的一个图片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切割好之后的一个晶片的大小 11mm的一个宽度 高度是6.2mm 很小很小 可是这个不是全部的热制动器 全部的热制动器事实上更小了 它只有300微米的一个直径 小到眼睛快要看不见了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里面有个白点 里面有两个白点 那两个白点就是热制动器的位置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像这么这样子 放大这个地方 这就是它正在通电运作的一个 pure link 这个微型热制动器的一个 元件的一个图片 我们用那个显微镜来看的 那么它的加热电阻呢 是100欧姆 我们加了三伏电压而已啊 就可以让它产生 0.35微米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位移 那么在进行真正应用之前 我们要看一下设计跟测试的一些实物困难 刚才那个热制动器呢 我们用有限元素法的分析啊 可以看出它的热变形的一个情形 那么我们加了三伏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 pure link的薄膜 被均匀的加热大概40度C 40度C 而且中间呢 因为加热所造成的热变形量呢 它预测出来 大概是2.8个微米 跟我们刚才讲的 0.35的微米 好像不太一样哦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这个多重物理有核的一个问题 它会导致我们设计上的一些困难 那为什么讲说多重物理有核呢 因为我们这个热制动器啊 我们仔细去想象它的这个 整体的牵涉到的事情 它除了加热 它还变形 那你加热就有温度长 变形就有它的变形的立场 那另外还有别的 像说你还有流体 流体还有流体力学的问题啊 所以它事实上是很多的问题 是夹杂在一起的 在设计上本来就会比较困难 预测也很困难 另外在测试的部分 它也不简单哦 因为它大小非常的维系啊 跟我们的镭射光点来比 举个例子 我们用镭射干涉的这个位移的这个量测技术来看呢 我们会打一个镭射的光速 这个镭射光速呢 搞不好就比我们的元件还要来的大 所以会量出来的东西呢就会低估 会去低估你实际的位移量 这个是位移的部分 那还有温度的部分呢 好我们用最好的所谓的红外线的温度感测器来量测好了 那我们要知道红外线的波长也不是很长 8到15个微米 那么以这么长的一个波长来量我们温度的时候呢 它温度分布的空间解析度也不是很好 有可能你整个热自动器呢 它只能量到几个化数而已 所以它解析度不好 量出来的东西呢就会不太准确 所以最理想的方式呢 未来啊还是所谓的 用微积电来量微积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把微感测器啊 最后还要得再加到我们的微自动器里面 去做整体的运作 让微自动器在运作的同时呢 也可以利用它旁边的微感测器 把它这些刚才讲的热的讯号啦 或是胃移的讯号 直接送出来让我们晓得 这个是最准确的 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法 那在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是未来可以去加强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微移量测 我们用这个AV干涉仪 它是一个白光的干涉仪 我们来进行量测 那这个要感谢台大机械系 杨耀周教授他所帮我们 让我们来量测的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最小可以量测到的位移量 可以到达5个奈米 非常精准啊 非常精准 所以当我们用1到4伏 周期0.2秒的一个方波 去进行加热之后呢 用这个机器 帮我们量到的一个位移量呢 就是这个方波的图形 各位看到了 上下呢 位移量呢 350个奈米 350个奈米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就是我们持续去做测试的时候呢 在显微镜上面可看到的这个驱动的影片 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已经加染料的一个流体 里头我们看到有个颗粒在那边移动啊 那是我们放了一个指标的颗粒 那么我们在 事实上这整个薄膜就是上下在运动的 上下在运动的 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流体也是做前后的带动 前后带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光点 那个指点是一直在跟着流体 一嵌一厚 一浅一厚 那我们在一浅一厚呢 它这个事实上是利用所谓的 diffuser跟这个convergent nozzle 来进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 让它能够走两步 退一步这样的方式来往前 那这是整个的一个驱动的影片 那我们把它给做一个整理 因为我们刚才在做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改变不同的工作的频率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1Hz 1Hz就代表说一秒震一次 加到10Hz 100Hz 1000Hz 等等 你可以一路加上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频率响应 频率的响应 那越高频你发觉它的响应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差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图形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Perolin的热制动器呢 它的所谓的节止频率 Cut-off frequency 大概是500Hz 大概是500Hz 那基本上对于低频的部分 它还是很有用的一个热的驱动器 那我们再来看红外线 IR热相仪量测的一个结果 那么IR它画面的像素 我们设为320x240的一个像素 一个Pixel的一个设计 所以每一个Pixel其实很大 0.8-1mm这么大 大于我们Perolin薄膜300μm这个直径 所以当从一个画素来做比较 你可以知道 我们一个 当一个IR画素所得到的这个温度讯号呢 事实上它是综合的 已经等于是等效于好几个热制动器 原件面积大小的一个温度 平均出来的一个温度 那这样子当然这个温度呢 会高于热相仪的一个温度的结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真正热制动器的温度 它是比较高的啦 那么可是你被你旁边 比较凉的区域给平均掉了 所以你凉出来的东西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样会造成一个量测上面的误差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SERMO CAM SC-500的这个机器 我们再当到自己凉的 这个热相仪 那这个热相仪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用到我们这个 微驱动器里面来讲 你就会发觉它就很吃力了 我们先看它的量测的温度范围 可以从24.4到30.6 这么一个温度的范围 它在那边做变动 那中间红红的区域就是加热的这个地方 这是整体的一个晶片的一个大小 中间的那个上下震动的部分 我们看不到太小了 看不到 所以这只能量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的温度的讯息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大概升温没有多少 大概升个6度而已 大概升6度而已 好像不是很厉害 可是事实上里面最高最高的温度的上升 可能到达40度是以上 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在量测上面 如果说没有办法用微机电去量微机电的话 用大的机器去量这个很小的元件 其实它还是有所不足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静电式的制动器 这个制动器的一个方式呢 跟刚才的四两波千斤的策略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它是用这个庞大的数量来克服微尺寸的这个限制 那这个是由德州仪器Testas Instrument开发成功 它用在我们像很普遍的这个投影机的这个一个晶片 这个叫做DLP Digital Light Process 数位的光处理的一个晶片 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小晶片 我们叫做DMD Digital Mirror Display 它用一个大概百万颗的等级的一个微晶片的阵列呢 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应用 那么它在这个晶片的正面的正中间呢 它有个透光的区域呢 有一百万颗以上的一个个别做动作的一个微晶片 它来组合成一个微晶片的阵列 那么这个微晶片的阵列呢 它的量率呢必须到达百分之百 所以它门槛是很高的哦 你要百分之百呢 你还可以在投影机的一个实际应用里面呢 不会因为单一一个微晶片的失效而造成了一个盲点 在平面显示器里面最怕就是一个盲点 非常的清楚就会影响到整体投射画面的一个品质 那另外这个微晶片的阵列和制动器呢 在这边我们利用所谓的静电式的原理 也就是我施加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呢 它会使这个微晶片呢 它有个下额板 被这个静电力的吸引 会造成微晶片偏折入射的一个光速 达到一个光阀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看这个图片就看到 这就是微晶片 蓝色的部分就是一个微晶片 它会偏折一个角度 把光线呢 打到你要的一个地方 那它为什么也会这样的震动呢 会这样偏折呢 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天蓝色的那个板子 这是一个二板 这二板事实上就是一个 很类似这个电容的一个电极 这个电极板呢 它会被偏折 偏折 我们只要加电压 它就会做偏折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它的一个数学的模式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平行电容板 这样来做一个模拟 那这个平行电容板呢 它的一个低龄呢 就是它起始 一开始没有变形的一个 一个位移的电容的间隙 那K呢 K是指这个可变 可以变形的这个位移的电极板 它本身的一个弹簧的常数 很像是一个弹簧一样 它会偏折 它会反弹 那如果假设它的变形量是Z的话 那么整体的可变电容呢 C呢 是这个公式 正比于它电极的面积A 那么反比它的间隙 D0加Z 那待会儿我们要讨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叫做拉入电压 Pull-in voltage 好 那么那怎么去评估它的这个受力 跟它受力所造成的变形呢 这边有一些公式 大家可能比较伤脑筋一点 不过稍微耐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子的运作 我们首先要去评估它的静电所造成的储存能 那静电量叫Q Q等于CV C就是它的电容 V就是它的电压 那我们先把整个储存能把它给积分起来 积分起来 细节我们就不提了 那出来的结果就是二分之一的CV平方 整个的储存能 跟你的电容值C成正比 跟你的V平方也是成正比的 有了能量之后呢 我们把能量对位移做一次的微分 就会得到我们静电力的大小 好我们把它做微分 那做一些处理 各位看到静电力呢 就跟电容值跟V的平方 电压的平方都是成正比 可是它跟你的间隙是成方比的 D0加Z 这就是它的间隙 是成方比的 好这是一个静电力的一个公式 那对于这个静电力的这个板子 它除了静电力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结构的反例 就是刚才我们在上一个图片看到的那个弹簧 那个弹簧我们用这个虎克定律 负的KZ来代表 也就是说我如果给它用静电力把它偏折了 那等我静电力把它给拿掉之后呢 它会反弹回去的一个力量 我们把这两个力量把它给一起来做讨论 在这个图形上做讨论 这个Pooling Voltage呢 怎么去解释它呢 我们刚才讲到有两个力 一个是结构的反例 F-Spring 一个就是我们的静电力 F-Static 这两种力 那么 F-Spring呢 这个结构的反例 它是虎克定律 是一条直线 所以它不会动 它不会动 它就固定在经过圆点的地方 那会动的部分是我们这些静电力的这些曲线 当我们把我们的电压加大的时候 它就往上飘 电压小它就往下降 小电压的时候呢 跟这个F-Spring呢 可能会有两个焦点 各位看到就比较下面那个曲线 它跟那个直线的部分 有两个焦点 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它的存在的结 那它意思就是 它刚好这两个力量刚好就是 平衡 它还是维持一个分开的状况 可是是平衡 被拉下来一点点 那么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电压加大了 加大 到了P这一点的时候 发生什么情形 到了P那一点的时候呢 它就是感觉上 那个地方虽然说 我的结构反例跟我们的静电力是相近的 是一样的 可是只要我再稍微 再加一点点的电压 静电力就永远会大于我们的结构反例了 也就是说 静电力会把整个平行电容板把它往下拉 而且会一去不回头的把它拉过去了 一直到两个电机板黏在一起 所以这叫做拉入电压 所以我们要去评估一下 这个拉入电压 这个大小 这个位置 那这个对于我们DLP的运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好所以说 要去计算它并不困难 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 它们两个力量是一样的 静电力跟反例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是它们的斜率也是一样的 那用这两个条件 你就可以把它的间隙 跟它的电压值都把它算出来 那间隙呢 它说是原来间隙的D0的三分之一 这数字也很好记 就是原来间隙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拉到原来间隙的三分之一的大小之后呢 其实你不用再加大你的电压的力道了 它自然而然就会拉 一路拉下去 拉到两个黏在一起 那电压值在这个地方稍微比较不好记 大家做个参考就可以了 所以拉入电压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征可以记一下 就是你只要让你的间隙 的变形 到达原来间隙的三分之一 它就会一路一去不回头的 一直到粘住为止 这叫做拉入电压 这也是一个它所谓的不稳定性的一个特征 那不稳定性事实上又是我们 微制动器的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原理 好讲完了静电力 静电式的驱动器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原理的制动器 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啦 所以这边压电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像是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像耳机的喇叭 风鸣器 超音波的马达 还有Resonator 就是这个做这个无线通讯的一些震荡器里头 都会有压电感测驱动器的一个存在 它的缺点是它跟半导体制成 不好意思它不相容 所以呢要分开来做 要跟电子元件做直接整合 有困难的 所以事实上用这种压电的方式来使用的一个 维基电的元件现在还是不多啦 那我们再看磁 Magnet 磁的制动器 那我们在如果学过电磁学的同学就晓得 电跟磁是一体的两面 有电就有磁 有磁也会有电 所以电跟磁它除了它的二元性 Duality 那这个二元性呢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把电磁学里面的一些推导出来的结果 直接就把它对比到磁的那部分去了 像我们刚才在静电的部分所推导出来的静电式 制动器的一些原则或者是公式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了 这个是一个气系式的一个磁的制动器 那这个圈圈就是一个磁路 我们用一个铁心做一个磁路 中间我们把它放一个切一个槽出来 可以放我们的磁插棒进去 那么这整个的磁路呢 我们也有线圈 有N杂的线圈 那么做一个感测跟驱动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通电流 它里头就会造成一个磁路在里面 造成一个磁路在里面 那如果说有一些感应电动式出来 那么它可能就可以让这个磁插棒呢 它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个位移的一个动作 达成我们所谓的制动器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前面的静电式的制动器的结果 我们刚才讲说可以把它对比过去 那对比很简单就是用这个 我们把电容直接把它改成电杆分之一 L就是它的电杆 那我们可以把电荷把它换成是这边的电流 那可以把电压换成是这边的什么 一个叫烂打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会去介绍这个东西 好所以说你整体的电杆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公式电杆值 那电杆那么另外我们也会得到一个烂打 那这个烂打呢 我们把它对时间做一个微分 它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电动式 感应的电动式 那利用这整体的这个积分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磁的储存能 就像刚才讲的那个电的储存能是类似的 那这下边是磁的问题 静磁的一个问题了 那出来是二分之一的Li平方 那最后呢 这个磁插半它所受到一个磁力呢 就把这个磁的储存能 我们把它对S做微分 也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公式 就它这个磁力 那磁力看到好像有一个间隙在下面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还是有刚才的那个 静电式的那个所谓的扑印的问题 那种不稳定的问题 那是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不尽然 因为我们如果说进一步 把这边的所谓的磁通量密度 把它带进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磁力呢 我们把它改写成GT 除上一个μ 然后再乘上磁通量密度的平方 你换成这个公式呢 你就看不到间隙了 你再也看不到间隙这个东西了 所以换言之 虽然是把电的问题 变成是磁的问题 那么把电的静电式的驱动器 改成我们这边磁的自动器 可是很有趣的是磁呢 它并没有像静电自动器那种 扑印的那种不稳定性的一个现象 没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磁的问题呢 它跟静的电的问题还是有些差异的 那它的差异是说 它其实呢 它不是那么讨好了 因为刚才 如果你有点不稳定性的时候呢 其实有点点四两波间筋的感觉 有点点是这个滚雪球的感觉 你可以一点点的能量 你就可以激发它一个很大的动作出来 可是磁的部分就比较没有这个好处 你就非得要从头到尾推它 花的这个精神体力是比较多的 另外 我们有这个导磁的这个磁路 这个导磁的磁路呢 通常是铁心这个材质 它也不是半导体的材料 也不是半导体制成的相容的材料 我们通常要用这个所谓 微电柱的方式来制造 一个高深宽笔的一个 这种磁路所需要的一个技术 那这样的技术事实上 跟IC制成的相容性是比较差的 所以因此在磁的部分的制动器 我们在坊间看的也是不多 成功的例子也是很有限的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 喷墨这个部分的技术 那大家现在用喷墨印表 用的非常的普遍 除了说一般我们讲的这种 雷射印表机 雷射印表机不是围基电的 我们今天现在这边讲的 围基电的部分是所谓的 喷墨式叫Inject Inject的这种喷墨式的这种印表机 它就是属于围基电式的 那它是利用这个热气泡的方式来推挤这个磨水 小房间里面的磨水让它产生相变化 有气体出来 那这个气体呢水蒸气出来之后呢 可以挤压磨水让它喷出来 喷出一点一点的小ED到我们的列印的纸张上面 那这就是它所谓喷墨印表的这个技术啦 那如果你要改成彩色 也不难 就是把原来的黑白的部分 我们把它改成是这个CMY 这种青蓝洋红黄三原色的这种磨水 再加上黑色的磨水 我们去调整就可以去做一个彩色的调配 做彩色的喷墨印刷 所以喷墨印刷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它是利用所谓的热气泡的方式来推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就是已经也有那个好处 因为相变化这个东西就是 它一点点的ED 它会变化出1000倍大小的一个气体 那它就容易去做墨水的推动 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点 这种四两波间金的味道在里面 它是微自动气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受限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太仔细的去说明这个部分 同学们可以再去做一些资料的搜寻 做更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喷墨印表技术之外呢 像HP跟Apson呢 他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改良 那一年大概10亿美金到20亿美金这样的生意 这样来做 所以他们一把一方面就是缩小它喷墨孔的一个尺寸 那么它也增加喷墨孔的一个数量 让它整个DPI值会比较好 再者像开关式的墨水 甚至是压电的驱动 也都是他们在思考的一个范围 那甚至不只是列印这个部分的功用 他们还把他们的功用想到更新颖的一些领域 像举个例子 这个SENCO Epson的这个公司 他们最近利用喷墨印表机的技术 他们不再去喷一般的图案 他去喷什么 他去喷DNA的这个基因晶片的这个围点的这个图案 那甚至他还去喷什么 他可以去喷LCD跟OLED LCD我们知道就是一金显示木嘛 OLED就是有机发光的二极体嘛 那这个东西呢 这些平面显示器呢 它在驱动的时候 它底下有一个所谓叫TFT TFT就是所谓的薄膜电晶体的那种 驱动的一个布局的电路 那个电路呢 不像IC那么的细 它比较粗一点 那用喷墨印表机的技术也可以印 它就把那个导电的线路把它给印上去 试图用这个方式来取代 传统的这个photodystography的技术 皇冠围影的技术 这也是一个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想法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微制动器 是否可以用所谓的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来创造出商机的一个产品 所谓killer product 这种杀手级的这个产品 这个会牵涉到整个现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整体策略跟布局 但是我们如果从纯粹工程的技术的理想观点来看呢 从一个微感测器到制动器 我们有了sensor 我们有了actuator 加到我们整个工程的问题里面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user 使用者不仅是感受到 这个我们环境中间的风吹草动 我们甚至也可以回收 我们可以feedback到整个环境里面去做一个互动跟对话 意思就是说 不再只是被动式的去做一个感测监控 而是你有办法去回收到整个环境的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朝未来一个所谓的智慧化 智慧化的工程技术来做推广 那个是micro sensor跟micro attuator 尤其是所谓的micro attuator它一个最大的意义所在 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